带走一盏余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风桥边 大家好,我是快乐恋生的回老师 帮爱唱歌的有缘人快速成长 在家就可以做的发声练习 让你唱歌不再困难 上个视频开始呢 我们讲到了歌唱时的咬字 那唱歌时咬字,我要求是靠上靠后 这很大的程度呢,是改变了我们平时说话的习惯 但是要唱好歌,就一定要这样做 必须要这样做 同时呢,在咬字的时候 还要必须有气息的支撑 你才可以做到位 才能够把你的声音表达好 我也不知道大家体会了没有 做到了没有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确定一点 那就是在唱歌的时候 咬字不能成为我们发声歌唱的障碍 那如果确定了这一点 那咬字就会变得很简单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这首歌 掏声依旧 那如果按照我说的要求 在上尺的最后一颗牙的位置 舌头贴在这里用上气息来说 就保证了我们声音的通畅 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发声 用声音来唱歌 而不是用字音来唱歌 像唱歌的咬字我们一定要刻意去练习 刻意去要求我们把字音要靠上靠后的来去咬字 同时呢还不要用嘴巴的力量 用气息的力量把这个字咬清楚 大家再跟我一起 跟着歌曲的旋律 我们再练习一下 带走一盏余火 让它温暖我的双眼 留下你的真情 让它停泊在风桥边 无助的我已经熟悦了那份情感 许多年以后才发觉 又回到你面前